欢迎收看,品评说历史,慈禧太后为什么没有杀掉光绪帝,因为慈禧太后在抓了光绪帝以后,本来是想废掉和杀掉光绪帝的,然后外国的所有的使馆区的大使,等于说是列强们都不同意,因为当时列强是想让中国改革的,不喜欢封建势力。 光绪帝又是代表那些改革的力量的,所以说外国人都支持光绪帝,在列强都支持光绪帝的情况下,慈禧太后只能把光绪帝囚禁起来,而且还是利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发圣旨,和利用光绪帝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。 他不敢把光绪帝给杀死,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得罪列强,如果说慈禧太后直接得罪了列强的话,那么有可能列强会直接出兵对中国的事态进行一种干预。 所以说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,慈禧太后真的没有敢杀光绪帝,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,慈禧太后不舍得杀光绪帝, 是因为他不敢杀,出于照顾列强的心态,不敢公开杀了光绪帝,所以说慈禧太后直到最后也没有公开杀掉光绪帝。 是这为此他的督异金 fighters有旁支持ウィー就很明显所认为 他带放ler的这些娃称操给了光绪帝, 禁称方只是累称, C'里兰右未能后美女未内 농创领路面という绰途战把财求伴达伴全息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